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似乎既得罪过微软又得罪过索尼的游戏 也不知道还会不会上主机啊 今天网报两个索尼注册支持5G Wi-Fi的无线芯片专利 其中一个型号与现有PSV无线芯片代号非常相似 另一个与PS4无线芯片代号相似 又联系到索尼昨天发出的PS见面会邀请函 于是大家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PS4.5NU和新PSV掌机 然而这一切还需等到9月7日 哦 北京时间是9月8日官方的公布 虽然小编感觉不太会出新PSV了 其他的快两说 昆特派宣布内测时间从9月延期到10月25日 朋友们还是继续在无事山里过过瘾吧 美国亚马逊泄露Xbox Plan 6L游戏农林化身 发售时间为2017年4月28日 具体消息还需官方公布 上市未踩10周年核机将于9月14日登陆PS4 Xbox One PC 目前还没有支持中文的迹象 预避30周年游戏月月送 8月免费游戏公布为雷曼起源 量子破碎将在9月14日登陆Steam 现已公布实体收藏版内容就是图上这些 售价39.99美元 似乎比Xbox版和文史版划算很多啊